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害怕 他自己发抵触 他说找不着底了 他可能是个博士生 他可能是哈佛毕业的 他可能是清华的高台生 但他烧香了 是不是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无可奈何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根本败不开孽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现在是习近平的天下 就说习近平 所以就像柯云露写的《大气功诗》里面描述的那个场景非常有意思 一张纸掉下来可能都有他背后的原因 但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的着眼点立足在人本身的时候 立足在你自己利益本身的时候 我娶这个女人做媳妇 我娶不着 我娶不着 我着急 我压她们 我要买辆奔驰 我买辆宝马 有个朋友说 哎呀 国内当官的有的山寨 明明自个儿那宝马是三系列的 他非贴个漆 那反正什么样都有 他有想法又达不到的时候 那时候吃牛黄解读完也没用啊 但是他是站在人的这个层面看问题 但这篇文章是站在你生活的 你生命的真实的一面在描述 他也在描述 只不过他发现了这样的现象 是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 但从石涛的角度来讲 从修行的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很简单 太浅薄 修行的人 我能够理解的 就是在现实人的生活的环境当中 能够摆脱这肉身对他的诱惑 看到自己生活 生命真实的一面 坚持他 什么叫圣天堂 这就叫真实的圣天堂 为什么九华山上的和尚 有很多那个肉身佛呢 当他的境界升华的时候 那作为他的境界 他的灵魂的载体的这块肉身 他自然就回着 随着他的境界物质发生了变化 多简单道理 所以呢 我们上期节目说了一部分 这期节目咱接着跟大家分享 这篇文章的另外一部分 那文章紧接着讲说 灵魂出窍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他讲说灵魂出窍究竟有没有可能 那法国的麻醉和急救医生简 写过几本有关死后是否还有生命的著作 在他的著作当中说 已经有人向医生工会投书曾经控告过他 他对自己所言 以提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 写起来都十分的谨慎 他说如同埃本一样 埃本就是这个写天堂存在的证据的 这个哈佛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 他说那些与这类难以解释的经验交叉的人 最后都是深信不疑的 灵魂是存在的 灵魂是可以出窍 他说有一种东西超越了人的意识 或者说大脑并非是意识的唯一摇篮 这个认识我觉得就非常高了 意识是从大脑来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人 这是一般人都认为应该是这样 但是在他的法国麻醉和急救医生的角度来看 认为是不对的 大家注意到 这个人是个麻醉师 人被麻醉之后 什么东西麻醉了 是真正的自己意识不清了 对不对 然后才能处理 你就不知道疼了吗 另外他是一个急救医生 也就是说在他的眼前曾经见过很多 冰死的人和死去的人 他以他的现实的 他的生活的经历 他的医疗的过程 证明了人在死后 是人的死与不死 灵魂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这里提到很关键的问题 意识 而意识并不是大脑 本身大脑是意识的唯一的要门 这是其实他上升了相对的 相当高的一个概念 而且否定了今天很多普通人的常识 意识是由大脑产生 文章紧接着讲说 在特殊体验研究中心 创办人叫Alex本身 他承认说 就个人而言 他的看法似乎有点人格分裂 就是被很多人认为 精神有点不正常 但是他自身却是一个战地记者 他曾经做过战地记者 他本身又是一个研究者 他的弟弟突然死在了阿富汗之后 这个人选择了探索意识和死亡的秘密 他是翻译过来的 这是法文翻译过来 那其实可以明确讲说 这位战地记者 现在是在研究意识和死亡之间的关系 而造成他这么去研究的原因 是他的弟弟很可能是在阿富汗的战场上死了 促成了他一定要这么做 他紧接着讲 他收集了许多证人的陈述 让人感到非常震惊 但他依然试图在一件事情上坚守客观 重要的就是要让那些人讲出来 并且能够让人们听到 他紧接着讲说 但是作为医学院来讲和科学家来讲 医生来讲 在这个领域中想去探索的话 他有一些客观的难处 原因呢 他不是当代医学院的主流的想法 让当代的医生呢 要完全接受他呢 他说确实有这个难度 所以包括医学院很多呢 科学院本身呢 并没有任何这样的预算给他们 但是在宾死体验领域当中 具有权威的这么一个专家 叫做罗美尔 他明确表示说 当代医生已经承认了一个概念 比如意识由大脑运作所产生的 但是这个概念 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科学证实过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过 他说我们是否可以想象 大脑并没有产生意识 而仅仅是接收了意识 这样就可以解释 宾死经验 以及那些被视为临床死亡的人 继续在自己的体外活着的现象 大脑产生意识 这是人们说的 这是我们公知的 这是人们的常识 但这个常识却从来没被证实过 而这个常识又被那宾死经验的人给否决了 我们就跟大家讲 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人 很多朋友也给我留言 自己有过这种体会 你那块肉 包括你的大脑 都躺地下了 都被医生那摆过呢 咔 衣服都给你扒了 你也不知道廉耻 你也不知道害羞 对吧 你也不知道五五概概的 都给你扒了 然后就给你那咔咔 他证悟你那块肉 你呢 在上头看 小样子 我怎么这样 那你怎么知道说 我怎么这样了 你的大脑在那块肉上 其实就这么点事 对吧 是什么呢 是灵魂 这里其实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 大脑是个工具 这个工具接收了 我们做人的灵魂的 真正的意识和想法 然后把透过大脑 转化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言行 中国人说中国话 外国人说外国话 中国人写中国字 外国人写外国字 是大脑加工程 而这个意识本身可能是共通的 喜怒哀乐 不会因为你的肤色而改变 但是透过语言表达方式不同 对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到位的 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到位 但是我觉得又有意思呢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 有人就讲过这些 如果你现在有机会 你翻翻李洪志先生写的《转法轮》 法轮功是二十年前在中国传出的 《转法轮》里面非常清晰的在描述意识与大脑之间的关系 我刚才只是跟大家说了 我非常浅薄的 不能再浅的那么理解的那一点点 现在的医生去这么探索 而二十年前 那李洪志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法轮功学员那么坚持 那么清晰的在坚持自己的理念 他在用真实的生命的自己 在看待生命之间的关系 在看待自己遇到的一切 而不是像凡夫鼠子一样 落在了那块肉上 你说到底这个东西是科学的呢 现在科学家这么说呢 是算科学的呢 还是那些亲自 他自己 很多在修行的人 很多法轮功学员 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 他早已经认知了这个概念 哪个科学哪个不科学 所以想一想 不要给自己约束的那么窄 文章紧接着讲 如果不是灵魂到底是什么 他说其实灵魂出窍 是我们普遍的一种说法 那些为宾死经验辩护的人士 选择的概念也非常的严谨 他们从来不使用灵魂或者天堂 但是假如有关意识 甚至记忆 如果不仅仅是储存在大脑的假设 而站住了脚的话 假如大脑仅仅是外部意识 在我们体内的接收器 那么必须在某一处 存在着一个发射器 一个能够互动的超级的精神 在上期节目当中 很多朋友认同我的说法 我说在我们小的时候 很多人会感觉 突然一下感觉 这个景致 这个环境都存在过 一模一样 但是一眨眼就没了 可是在做买卖的 对吧 经常在外头混 政客这东西都很少 因为他的心思 他的心念 心思全用在害别人 获自己利益 满足自己欲望上 他就没了 那你说那个人 为什么小的叔叔有啊 小的叔叔不像人大的叔叔那么坏 对不 所以小的叔叔他身体也没毛 没病 病都少 你看老的叔叔都那样 都那样的 他还那样的 所以才叫老不是东西 骂江总明老不是东西 都那样的 他还那样的 你不是老不是东西 为什么骂他不是东西呢 他是魔鬼 而小的时候 我们人纯净的时候 可以有这种恍惚的感觉 不正是这里说的 意识并不是大脑所产生的 而是人的灵魂所产生的 而人的灵魂是永恒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做的事情 他可能早就存在了 在不同的空间 在你灵魂的那空间 但弄俩肉眼看不着 戴金色眼镜也看不着 甭管是散光还是近视 没用 包实 对不对 这就是非常 我觉得这是人科学家说的 对吧 这是研究神经的 救别人的科学家自己说的话 但是呢 在修行人的眼睛里 早就有 人家就像我刚才说 人家看问题 是站在自己生命的 永恒的角度看问题 文章接着讲 有些东西超出我们的意识之外 但是面对这种概念 科学唯物主义者似乎无力回答 宗教协会也尽量避免对此发表意见 他们重申信仰是个人的事 但是宾思体验中出现的 斩留于天堂这种现象 毫无疑问 使得有神论感到欢慰 这至少为他们的信仰 平添了更有说服力的因素 真正的悟者 说这人悟性高 他眼睛可能什么都看不着 他可能不用这种宾死的经验 但是透过对生命的理解 他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那就是悟性高 那有些人呢 特别是身体病的 你看那女人身体老病的那人 他就恍恍惚惚的 他为什么恍恍惚惚的 他真看见了 是因为他自己的大脑这部分 他自我的意识相对比较弱 他就行了 而真正这方面的东西 我就劝大家伙 你真想了解 你就看看转法轮去 上网上就看了 你看你放下你的观念 放下你的想法 你就能理解那些 练法轮功的那些学员 为什么那么坚持 他的生命的立足点不同 他对问题的看法立足点不同 那就两码事了 对不对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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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